在1966年1月15日 在尼尼尼尼尼尼尼的首都拉郭斯 一班發動政變的軍人 衝進首相府裡 殺了11個高官和他們的家居 總共22條人命 自此之後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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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大家好,我是Felix 我是Hernest 我們是Roll Jack 歡迎大家來到幾首歌之國際流星機第七集 我們討論非洲 討論非洲,香港人對非洲的概念都很陌生 對 對呀 很陌生 我估計大家對非洲的印象都停留在 基金40 打大象 甚至可能覺得非洲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哈哈 非洲的印象 一些西方主流的 可能是一些部落 野生動物 貪污腐敗 我們今天是說什麼呢? 關於非洲 我們今天是說一個尼尼尼尼尼尼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在西非 尼尼尼尼尼雖然不決民族衝突 野生動物 貪污腐敗等等 但絕不僅是這些 因為在80 年代 尼尼尼尼尼尼是他的 б rhetoric 和香港人都很類似 就是什麼呢? 就是錢錢錢錢 竟然是錢啊? 是啊 接下來我們聽這首歌 就是來自Rick Asipo 在1984年的一首歌 他投訴 跟很多香港的獨男都很類似 就是 女生只會在我有錢的時候 才會貼過來 真的嗎? 這首歌曲是由於 Silverbird Productions Ltd 跟 Ben Morabro Or Marcel Boer our musical guest Jenny Brown Baby June Eric Tech and the Soviet Union Cultural Dancer with 13 beautiful young lad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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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very funn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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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very funn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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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very funn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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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very funny very very funn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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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尼日利亚是没有想像中那么穷的 那时候80年代很有钱的 是吗? 很难说它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但是尼日利亚的确在今日来说 是非洲的经济第一大国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国 是非洲最大的产业国 目前GDP已经超越了埃及 和大家想像中悔得多的南非 人均GDP 虽然仍然在2273美金 都不差 跟伊朗差不多 也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产业国来说 第三世界国家产业国来说 但是远低于南非的6102美金 它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 就会在贫穷线以下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农业人口 也有很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 该国目前有2亿人口 是非洲人口的第一大国 这首都拉国斯 拉国斯是首都 是旧首都 现在的首都是阿布甲 是全国中心一个地区 新建的一个城市 拉国斯相等于上海或纽约 是一个重要经济城市 香港 拉国斯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市 是有2100万人口 而且有计划 是一个环保的新城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是 好早上 中央战争战争 今天在中央战争 发展了全世界的发展 在澳大国的国家 都会用到他们的油 为了一个政治兵器 他们会减少油的发展 5%每月 到以外的以外 以外的国家 如果阿拉伯国继续持续 这些国家 都会减少油的发展 近50%每月 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 油价从1973年10月的3元一桶 增加到12月的11.6毫半一桶 当时的油争战争 从1969年的54万桶 增加到1973年的200万桶 所以尼亚尼亚 当时可以说是富房水浸 70-80年代尼亚的中产阶级生活 有多富裕呢? 大家可以参考当时的电视广告 我们下期见 Metters Don't Stop To Touch Gang's life limit much too much Everyone you need has two or three Got that Joy Go Policy Gang guys you don't even know Just wanna stop and stay alone Cause you got that Joy Go Policy Joy Soap Your Own Special Beauty Treatment 拉角斯當時是他們的首都 中產階級的大本營 他的面貌是怎樣呢? 大概是從跟著來這首五百年的歌曲聽到的 就是拉角斯首都的出租車的的士 他的歌手Bobby Benson 是當時拉角斯的夜總會老闆 在1958年當時是尼尼亞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因為當時是尼尼亞社會開彩的年份 亦是憲法會議在倫敦召開的時期 為何是倫敦的?不是拉角斯嗎? 因為當時尼尼亞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召開了一個會議 請來尼尼亞當地的代表 在倫敦開了一個會議 決定尼尼亞獨立之後 為一個聯邦制的政體 這個獨立是在1960年發生的 當時經濟上 尼尼亞開始在1946年的時候 進行公共投資方面的計劃 這亦大力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尼尼亞也開始出現民族資產階級 例如在主要的城市 建立了很多酒店和夜總會 促進了一種High Life音樂的流行 High Life這種音樂 我們接下來會解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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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聽到的歌畫 也對你录him和格瓦ίου 一些卡拉越平爾的音樂 是的 為什麼要講 傳訟之餘的歌是 他的歌畫是High Life 即強 suckedory的Live 它的年代 尼亞利亞和西非近幾百年來的歷史是相互糾纏的 西非很多國家直至19世紀 都是廣泛和歐洲人和阿拉伯商人進行奴隸交易 奴隸劫略和販賣都是徹底摧毀了 尼亞利亞的所謂中部大社會結構 很多地方甚至形成了像新界那樣的圍村 來對抗奴隸反子的武裝 西非的音樂經過奴隸制度傳到加納比海 成為了一個叫Calypso的音樂 又由黑人的水手傳回西非港口 成為了西非的highlife 後來被尼亞利亞、加納和塞亞利亞的樂手 模仿並且是本土化 比如剛才提到的Bobby Benson 就是曾經在50年代的時候獲得 加納元老級音樂人E.T. Manser的邀請 在加納巡迴演出 並且是順道取經 學會如何奏highlife 並且是回到尼亞利亞 親手教導第一代的highlife音樂人 以下這一首的Sweet Mother 就是由一個黑麥龍尼亞裔的歌手 叫做Prince Nicole Mubarga 在1976年推出 由於在非洲流傳甚廣 又被稱為非洲國歌 非洲國歌 雖然非洲不是國家 在2004年在BBC的投票當中 是贏得非洲最受歡迎歌曲的稱號 嘩 厲害了 在大家接下來聽的時候 可以留意到這些歌詞 是所謂Pigeon English 這種語言是起源於奴隸貿易 混合英文的詞彙和非洲語言的文化 Pigeon English 是現在西非近1.5億人的母語 所以對任何一個深圳歌手來說 用Pigeon English去唱歌 都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中文字幕作為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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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都可以猜到 尼亚里亚的城市文化和殖民历史 是相当深的关系 尼亚里亚由十世纪开始 跟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进行贸易 近代历史的进程和中国似乎是一个照面 那时是怎样做贸易的? 就是搭船? 搭船和经过薛克拉西亡进行贸易 即是南有南做北有北做 在1842年当时 中国打书阿片战争割让香港之后 没多久 英国就开始派起全教士去拉郭斯 1861年 中国打书第二次阿片战争时 割让九龙之后 英国就强迫割让拉郭斯 即是迫尼亚割了拉郭斯 即是当时的帝国 应该不是叫尼亚里亚 当时尼亚里亚有很多不同的土皇帝 拉郭斯是自己的 所以他各样了拉郭斯 然后正如东印度公司 在亚洲来说是英国殖民的尖兵 英国也成立了一个叫王家尼亚公司 即是东印度公司 王家尼亚公司 并且在1886年宣布尼亚里亚公司的领地 然后他对周边民族进行武装的确张 迫使一批古老的帝国向英国投降 挺野猛的 非常野猛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 同年英国取消了公司的领地 正式占领尼亚 分成南北两个的保护国 并且在1902-03年时 消滅了最后的古老帝国 1904年时 再将南北合并 尼亚里亚殖民地正式成立 直至1960年尼亚里亚独立为止 一个国家都不是成立了很久 1960年到现在都是80年左右 好 好 Lagos Racecourse is the scene, and it's the afternoon of Nigeria's Great Day, with thousands awaiting the climax, and resolved to relish every minute leading up to it. Princess Alexandra with Sir James Robertson, the retiring governor general, must have enjoyed the whole jubilant atmosphere of the occasion. A first class show was put o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tators. Just as mentioned, the region was singl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ountry called Nehria A feet of two hundred years. Uh, right, exactly. Yes, the age of the king were born in the United Kingdom. 国内有36个州 加上阿布加的首都行政区 但其实有300多个民族 300多个民族 没错 可以打到飞气 可以这样说 稍后会讲到的 部分地区仍然保留土皇帝制度 该国在1967至1970年之间 正如你所说 打过一场很惨烈的内战 多年来受我这些军人统治 我这个角色 经济政策方面 游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 在保留私有产权的同时 推动多个国家发展的五年计划 但计划的目标 即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化和可前俗的经济体系 最后落空了 该国在90年代末期才恢复民主 国内有组织的罪案亦比较严重 即使如此 有深厚军事传统的尼尼尼亚 近来就频密参与联合国的国际违和行动 包括派兵尼巴乱 印尼 东蒂文 伊拉克 波斯尼亚 马亚其顿 海地、玛利、利比亚、达爾富爾、塞拉利昂、利比利亞等等 多謝大家 因為被視為非洲新的軍事強國 我們今天說的是利利亞在七八十年代軍政府的時期 他的建制和反建制音樂人 以及本土的disco、hip hop 加上我們剛才提到的high life 或afrobeats 這些音樂種類的形成 剛才提到很多社會問題 也提到很多關於利利亞的問題 他們又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 我們先看一個MV 就是利利亞的歌手Files 模仿美國歌手Charles Camino 的This is America 可以看到該國的一系列比較尖銳的問題 譬如博科聖地的伊斯蘭武裝 是綁架女學生等等的 他們非常貧窮 和 nut小事業還不住 我們和非常的貧窮 和保險 我們可以損害 這些民主的事先 這是封業的恐慌 和根據 您所以 你還是禁止 香港和來ビデオ 封門主要 很多類似仇紡的事 都在信任 在維泥公員 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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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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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This is Nigeria Look how I'm livin now Look how I'm livin now Everybody be crimin now This is Nigeria Look how we livin now Look what we eating now Everybody be crimin now This is Nigeria Just becasue I'm on TV now Bessy we don't get work He's checkin to see if my watch is original This is Nigeria 哇,他又扮得挺像的,而且整件事真的很狡猾 是呀,但回頭說,尼尼亞有很多民族,三百多個 這些highlife的音樂就是各個民族經常玩的音樂? 剛才我所說的highlife的音樂 主要影響尼尼亞東南部的Ibu民族 以及西南部的Yoruba民族 這些亦是比較受基督教影響的民族 而北部的Houser民族是信奉伊斯蘭教的 此外也有三百多個民族 而這三個大民族構成了該國在獨立初期的 西部總區、東部總區和北部總區 是真的這樣叫的? 是啊 哇,這些西部、東部、北部這些民族傳統 有多少仍在保留? 譬如說尼尼亞古老的土皇帝制度 即Yoruba人口中的Obar Obar 仍然被保留下來的 這行政策在英國的時期 被稱為間接統治政策 而制定者是誰呢? 就是後來擔任港督的盧吉 盧吉? 對,即是山頂盧吉道的盧吉 就是我們的盧吉? 沒錯 他是做完我們才做他們 還是做完他們才做我們? 做完他們再做我們 再做他們 哦,是這樣的? 即是他在盧吉 非洲很久了 對 尼尼亞這個名字 甚至是盧吉夫人所改的 盧吉認為 對於這些所謂半文明的民族 他這樣說 應該找他們雙重主權 即是英國人管英國人 他們管他們自己 英國人只是取代一些 英國人看不過眼的習俗 如此 就不會太過損害當地民族的自我形象 其實對英國人來說 這種管理方法是非常經濟的 我不用花錢 對 我不用花錢去管他們 他們自己管 土皇帝都很愛面子 例如拉國師的阿伯 曾經跟英國的和族跳舞 以下這段70年代片段當中 我們可以見到尼尼亞的當紅歌手 King Sonny Ade 是為拉國師 阿伯 阿伯 的私人派對演出 處於首都的土皇帝 當然是非常有錢 和族為了顯示自己有錢 就會大量去拼錢 怎樣拼錢呢 就是 將他黏在歌手的 看沉沉的額頭上高 作為貼士 好像夜總會一樣 你常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自? 她最愛的 那麼沒有 太多了 我為了 太多了 在外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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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TAX 77, the second world black and African festival of arts and culture held in Nigeria, brought together 15,0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70 countries.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Lagos National Stadium, contingents from 47 countries paraded before government officials, visiting heads of state, and a capacity crowd of 100,000. The first contingent was from Ethiopia, which is to host the next festival.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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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Where the first stock is taking place, here in Nigeria, in Africa.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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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We are the first stock is taking place, here in Nigeria, in Nigeria, in Africa.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Welcom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Nigeria. From Nigeria, we are the first stock. 的音乐种类叫做 Afrobeat 是60年代尾在尼尼亚兽兴起的一种音乐 简单来说 Afrobeat 当时有一个朋友叫Fallocutti Fallocutti是很大力推广的音乐 它是游合了一些西非民族的音乐 做了一些很offbeat的音乐 这些音乐最大的特色是 它在鼓上不太多东西做 当时Fallocutti有一个鼓手 他叫Tony Allen Tony Allen在打鼓上做了一些創新的东西 他做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一些Syncopation的东西 通常Afrobeat有非洲那一套 在说六多年非洲那一套的时候 之后就传了一些去美国 说Afrobeat 一定要说说beat beat上面 在非洲上 特别在传统的黑人音乐上 通常都会在一和第三拍做的 重拍 但因为它是Syncopation的关系 所以它是1,2,3,4 所以就是1,2,1,2,3,4 但是你知道这些很难数 对一些比较受传统的音乐 就是我们在西方那一套 所以到了美国 传了过去 它们简法整体时 就变成第二和第四拍 它就可以保留了Syncopation的感觉 就是2,4,2,4,5,2,4 这样就会有一种 一种Afrobeat的感觉 至于Afrobeat 这个种类 其实说到尾 都是一个African的beat 所以它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亦是一个比较难定义的音乐种类 如果各位看不明白 或者听不明白 请在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会改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第一种 Afrobeat 就这样 那是一条圈 OK 那是另一条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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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ven because I'm in control of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stop motivating different beats after all when I get bored with a specific beat I need to create another one but what I'm doing is on 4x4 有四次的標誌 所以這只是質疑的形式 要把它組成 值得留意的是 剛才我們提到Freder Cootty 和他的歌手叫Tony Allen 他們有一些創新 在美國有一個黑人的歌手叫James Brown 知道美國黑人音樂史的話 基本上都會知道這個名字 聽過啊 對,James Brown在1970年受Tony Allen的影響 推出了一首歌叫Funky Drummer 在1973年的時候 Chains Brown又回訪西非 造成極大的轟動 影響很大的 現在呢 可以看到1973年的時候 尼尼亞的警察樂隊 都弄成F-O-B 警察樂隊? 沒錯 警察不是玩同樂的嗎? 即是軍操的嗎? 我稍後就會說到 尼尼亞的軍事音樂 都是很受本土音樂的影響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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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對,造成了近代非洲史上空前慘烈的利亞內戰 造成了10萬軍人的死傷 200萬平民死於戰時和飢荒 那時候有多少人? 大概是4,000萬左右 200萬人都很多 對 上來 avec 在1960年, humanity的抵足為高本教者 對於在 government兼聖地 給予ま not 益不開了一堆堆堆層 允職大壽堅 入例, later 但是來而時年輕地 人都被秀 впuche 而這部在倭南 region 在 rechts 而這並且 Deswegen 現在他公民的 predominance 洽已經迷了還有大ois的破碼 互逐一 им July以前的老年 之後海峽形成員 所以在沙門外 馬权、一次,叫成員 去開始開機, 國名族公司 人是否一名 中西側大heim 所以會失去 一月 crossing這麼大 兩年後 它是估計的多數人死亡, 最多的他們從 hunger。 在1968, 影響的發射被發射到世界上。 Biafran leaders用這些照片 給他們對他們的支持。 世界上, 在世界上, protestors and celebrities campaigned for an end to the conflict. Back on the battlefield, the Nigerians were stronger and better equipped, and in January 1970, the Biafran secessionists surrendered. 在戰爭的因素方面, 簡單來說, 利亞利亞的各國民族 在獨立前後, 都堅持要求地方分權, 並且希望 周分界線和民族界線是重合的。 南部亦反對北部人士, 似乎是壟斷政治的。 因為殖民地時期 是相信南部信基督教的人, 北部的人當然是要求 多些權利。 哦,這樣的? 是的, 所以到了1950年前後, 利亞利亞開始有 一個比較獨立的 民人政府的時候, 北部人士和南部人士 就開始爭奪政治的權力。 到了1958年, 利亞利亞開採石油的時候, 令到這些民族對立 具備了經濟誘因。 1954年, 利亞利亞頒布了 一個列提頓憲法的東西。 就是列提頓道的狀況? 是,列提頓道的 特朗普的兒子, 叫做Oliver Littleton。 這列提頓憲法規定了 東、西、北三大總區聯邦制的 就是你剛才說的 東、西、北三個總區? 沒錯, 是的。 當時, 東部總區包括了主要產油的東南部 主要由益部民族定居的地區。 然而, 第一共和國民選的民人政府, 施政是差强人意。 1962至1966年, 國家發展五年計劃, 本來是指在通過每年4%的GDP增長, 建設一個強大有生命力的國家。 但計劃的指標基本上是沒有落實的。 而該文件, 對政府來說, 施政決策方面是有間接的影響。 所以他們是在做一些計劃的經濟? 沒錯。 他們從46年開始已經嘗試計劃這個經濟。 但當時還是英國人統治? 英國人統治到60年。 是。 由62年開始, 到66年, 就是一個尼亞人自己搞的計劃經濟的狀態。 當然是第一個計劃經濟。 所以是一個非常不熟練的狀況下, 去推行一套非常複雜的經濟管理方法。 確實是。 在1966年1月15日,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那個日子, 來自尼亞利亞南部的左派軍人, 宣稱政府高官的生活是奢華腐敗。 推翻了由北部穆斯林政治家, 阿布巴卡·巴雷華首相領導的第一共和國政府。 殺了巴雷華等二十幾個政府高官和家眷。 並且在66年5月24日, 宣布實行中央集權。 沒多久之後, 在66年7月, 反對中央集權的北部軍人, 領袖Machala Muhammad, 領導了反正變, 推翻了南部軍人。 各地發生多次反對南部民族, 特別是伊布民族的清洗。 此時, 北部軍人選擇了一個北方的基督教徒, Yakubu Gowat, 出任國家元首。 但伊布民族的東部總區司令, Odomegu Oduku, 宣布起義。 產油區一部份, 成立了比亞法拉共和國。 和過及屠西藝人和伊布民族, 面對全國家創造了一本。 華為了一本領執, 並且成立到西藏的內人, 和国家的大地人战争 支持比亚法拉的国家 包括法国和当时是一个 发泄国家的台湾 比亚法拉的饥荒 特别受到国际关注 你可以想象 当时60年代尾 很多国家才刚开始有电视机 第一场在电视上看到的 战争和饥荒 就是比亚法拉的大饥荒 令很多人 对非洲自此之后有一个黑眼的印象 最后比亚法拉在 利亚利亚第二步兵支团的残酷掃当下 被人灭了国 自此之后 利亚利亚的国内分离运动 就大受打击了 因为他们明白 任何一个民族要达到独立的话 就会被其他所有民族联合一起 说到这里 我顺道介绍一下利亚利亚的军事音乐 刚才就是他问到一件事 因为这个深刻反映着英国残余的影响 和本土化的进程 是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音乐史的学者认为 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 尼亚利亚无论在音乐或政治上 都是处于摸索的阶段 在1970年内战结束之后 尼亚利亚的歌坛才走向多样化和自由化 同时在1970至74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尼亚利亚获益于石油危机当中的原油价格的暴涨 GDP的增长率由预测6.6%增加到8.2% 那是多好啊? 是的 不差 虽然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和平均的社会 虽然中产交集开始壮大 可想而知的就是贫富悬殊开始越来越严重 所以音乐的早期自由化作品当中 包括尼亚利亚的摇滚乐队MonoMono的1730专辑 请给黑丐一个机会 封面就是一个被人打伤的黑丐 亦可反映内战后难民流离失所 和贫富懸殊的情况 只要留意的是 这个专辑的发行人是英国的H&V公司 3个目标 Achata ati mw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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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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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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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